我把它砸晕了 大家好我是大梅 今天来赶海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来赶海了 一下海边老是看到有这样的海鲜 离开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给它干好了 然后我们去赶海吧 Let's go 这又发现两个石头线 这也是隔屁的 看好了 这个皮熊皮橙子在干什么 它在握沙 看这大白的肉 哎呀 这小样 哎呦呦呦呦 这一听我动静就说起来 它很聪明特别聪明这海鲜 拿着回到家给你白折了 这个有点这个有点碎了 这个也带着 嘘嘘嘘 我能不能找着它 我能不能抓 哇塞 终于抓到了 这个 哎呦 这个就是沙瓜鱼 沙瓜鱼一家 嘴特别大 但这个鱼 其实现在这个头说话 真有点小 不是特别大 我今天就给你放了啊 长大的时候再来找我 听到没有 你这个大沙瓜 嘿嘿 走吧 这个赤甲红它又负担了 为啥 你看上面有铜虎 这边还少一个腿呢 哎呦 少一个腿我就敢拿 这钱的可厉害了 我得把这个 把它上面这个铜虎给它砸掉 在我们海海里面啊 如果说海鲜身上长满了铜虎 就一定要把它砸掉 一个是吸收它的营养 而且还是 就是行动特别不方便 我把它砸晕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是故意的 这咋着 对不起啊 咋完了 走 这咋着 断了 这什么情况 这咋回事啊 这 为什么这个牙在这上面了 咋的出来了 哎呦 哈哈哈哈 这个是小短腿 我给它耗出来 哎呦 乖嘞 这真好 吸得真紧的 哇塞 完了 你看 它是在铲死呢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子 现在 我们5月1号 不就是洋海 现在很多海鲜都在铲子 我得再给它塞回去 实在不好意思 多有打扰 进去进去进去 哎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走走走走 好 好 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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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